大家好,今天是3月15号 2022年 给大家讲个故事 我看前天讲故事开头 挺有意思的 咱们今天再讲一个 就是你看有一个小舞剧 就是武松打虎 你看武松上去打虎的时候 在幕后打虎的时候 在台上就专门演这些 在后面和远方 喊打的人 哎呀,动手啊,踢啊 做动作啊 这么打,这么打,那么打 都把那个看热闹的人都快打 打散了架了 然后呢,看热闹的人又折怪后头那个人 你打我干什么 就能看到,其实这个场景就跟现在好多人 观看乌克兰战争是一个一个状态 都是在那喊 哎呀,我给你武器弹药啊 我给你运过去啊 但都没有实际行动 其实哪个国家都有情报人员 他都知道 差不多了 到什么时候了 不会打了 呃,就是 所以就 在这个 快 快 不 快停战的这个 这个 呃 前夕那么 几天赶紧的 假装送弹药 要给运什么什么什么 都是说呀 都说 都跟那个武松打虎那个台上帮着远方忽悠的人 他不去打虎 他就在那看武松怎么打 然后告诉武松怎么打 然后互相还挺激动 互相都都都都快把那个看热闹的人都快打上了 哈哈 哎 这个 其实 我前天不是讲了吗 就是战争 开始的前若干年那个 呃 就真正嚷嚷打仗的那那两个双方 根本就不是主要的 挣钱的一方 挣钱的一方在下头呢 嘿嘿 不坑失了 那才是挣大钱的啊 他几年前就就 从这个这个 呃 流水线上 呃 的技术提供上 挣了一大笔钱了 预付钱 已经都都拿到了 就是成功 流水线在成功打仗以后 然后他再去挣 最后的那个 全部收回来的那个钱 唉 导弹 在伊拉克 是 这么粗哈 然后一米长或者是1.5米长 嗯 1.5米长 嗯 但是在 中国的医院 那就是 氧气瓶子 哈哈 一模一样 嗯 嗯 是不是 所以 下头有什么事 你也不知道 你也没有上前线去 采访 你看现在打的这个信息站 怎么 忘坏了说就怎么来呀 怎么把他们想要说的 英雄人物 说英雄了 把 怎么把他们想说的 战争罪犯 说 说罪犯了 就怎么来 照片也是 都是假的 信息也是 都不是自己上前线 派记者采访回来的 所有的媒体 所以呢 真相 就到最后 现在要停战了 已经停战协议了 哈哈 那些媒体和自媒体 还在那忽悠呢 都是假的 所以就不要看了 哈哈 因为他们都没有派记者 到前线去 嗯 不坑声的 那才是真正的 战争获益者 啊 这我亲身经历的 哈哈 伊拉克战争就是 那个氧气瓶场 自动流水线 导弹 也就是伊拉克的导弹 你看 瓶子那个自动 炮弹壳 那个自动 生产流水线 那个商人 早就挣够了钱了 哈哈哈哈 五年 三年吧 安装调试三年 然后开始打 你以为呢 哈哈 好 另一个印象最深的 就是给商家呀 提供一个商业信息 保证赚大钱 就是 所有的父母们 不是都要教女孩子 打沙袋打沙人 然后练这个脚踢坏人的 裤裆的这功夫吗 这我建议的哈 我前几次的节目 我联系做了五六个节目吧 全都是说的 这个好建议 那父母怎么教孩子这个绝招呢 不得有沙袋吗 那这些厂家们 你们就出这种真人沙袋 真人沙袋 九岁女孩她练踢 踢踢这个坏人的裤裆 她得她得她得 这真人不能像九岁孩子那么大 一定要是真正的大人 真正的成年人那么高 一米六五以上 一米七零 通常都是那么高的人了 坏人呢 也没有特别高的大高个 差不多都是一米七一米五六五哈 就就就生产厂家生产这种真人沙袋也好啊 橡皮人也好啊 是真人 真的那个生殖器和睾丸在那长着也好 反正你得是真的 你得让那个女孩子练的时候 九岁女孩练的时候 她真的是能捏碎了她 能凝 凝昏了对方 就得是真的哈 什么都是一模一样的 生产厂家要是生产这个 那得赚多少钱 橡皮人也好 这人模仿 割打工具也好 还是沙袋 沙袋人也好 你得真的让女孩子练出手脚功夫来哈 嘿嘿嘿 手那就四两拨千斤 坏人扑上来的时候 你就能够克制对方 捏碎她 呃 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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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了的过去她 哈 这都死不了人的 然后 呃 呃 脚上功夫呢 就是直接踢她铺当了 呃 坏人呢 最薄弱的地方 对女孩子来说 9岁女孩 12岁女孩 和成年 妇女来说 也就是那 那个 裤裤嘛 裤裤你给她 呃 往狠了踢 保证她站不起来 你就可以逃 然后 还有什么印象最深的 别的想不起来啥 好 今天 她家 看到一个文章 呃 是说 呃 人做好事啊 有善报 就是 呃 她举了三个 古代的和现代的例子 啊 她说问真地盛的时候 那个人 呃 一直都是做好事 然后她家就 呃 地震前 就是想出去干活 在我家里都待不住 就想到地里干活 结果到地里一干活 那个 稻田里的水都扬起一米多高啊 地震的时候 就是 都倒在倒倒 人都倒在做做做做的稻田里 那不就得救了吗 啊 这 这 这就是好人 呃 修炼人 修佛修道之人 就得到了这样的好报 还有一个就是 呃 这家有一棵树 它倒的不偏不移 正好倒在这个 呃 有空当的一片土上 那土也就一米多 那土也就一米多 多宽 那那个 它往左边右边倒都会砸到房子 带 带 带倒 因为根在这个房子底下嘛 是70公分直径的大树啊 好像是 已经活了20年的一个大树 那这样一倒 就非常有福的就倒在它该倒的地方 没伤到和带出任何墙啊 和这个这个房基地 齐刷刷的就倒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而且它事先也找人 呃 想锯掉这个树 那工人都说锯不了 这都连着你们家房子 根都在你们家房子底下 一锯你们家房子就坏了 结果有一天 这个树就自然自己就倒了 哈哈 呃 人好啊 人善良啊 他就是有福报啊 老天都保佑你 好 别的想不起来啥了 你们就到动态网 看一批动态网1.com 到那去看去啊 动态网是天下第一内参 呃 所有的 呃 当今四人应该知道的真相 都在那吧 这个 左边还有退党退团网站 退党团队哈 呃 好 暂时就想这些 谢谢大家 再见 我刚才那个建议建议生产厂家生产杀人 模仿真人的那个格斗道具啊 这绝对生产厂家会大赚的 因为所有的妇女现在都要练 拳脚功夫 所以你想这生产厂家赚多少钱 啊 再见 生产厂家在生产这种 生产厂家在生产这种 仿真人也好 沙袋也好 橡皮柳也好 你都写上一个 这个这个商家呀 商家在卖的时候你都写上 打拐 哈哈哈 道具 呃 妇女防身术 道具 妇女练格打 道具 你看有没有人买 你在那个北京大街上卖 肯定有女儿的父母都首先抢着买 啊 你女人防身术道具 女人 打击拐卖 罪犯 绝招道具 哈哈 你看有没有人买 保证有人买啊 就给你们这些商家提出个大商机 商机来了啊 好主意 好智慧 这样 比那些视频上的女孩们和家长 有女儿的家长们 那些 不解决时效的 画 和 节目 和文章 管用多了 因为他 他仗仗半仙不就是希望 共产党来帮他吗 共产党管你吗 中共国政府管你吗 根本就不管你呀 所以 就是自作 沙袋人 仿真人 或者是 练格打用的 格斗用的 道具人 一定要跟真的一样 不要担心什么 九岁小孩练啊 那是成人的那个道具啊 和沙袋人啊 你 罪犯就是成人 你怎么办 所以你 生产厂家也好 你就忘真人 仿真人 仿真人 仿真人的那个 裤裆 是什么样 就 给他弄成什么样 穿着衣服也好 是怎么也好 你里头一定要是真的跟真人一样的裤裆 然后 练格打 练格斗 这女孩不就都练成了 铁脚板 你一脚出去 那个罪犯不就被制约住了吗 很简单 大商机来了 你要家长要缝这些袋子 你真的要费多长时间 你还得跟真人一样沉 还得跟真人一样重量的沙袋 缝出来了 也还是不像 你没有那个那个 一定要跟真的一模一样 要不然使女孩不知道 什么地方能够使对方 昏过去 倒下去半天 追不上你 你必须是真的嘛 就踢着裤裆 你看那个四川人 打架 那女的 基本上在街上打架 全都是 往那个对方 男的那个对方的裤裆呢 就是要捏他 要拧他 要拧他 好 捏碎了他 他就昏过去了吗 捏不碎他也昏过去了 但是你手要练出来那劲 你平时不练沙袋 你哪来的劲 那你要拧呢 拧更好了 他因为他 他他他他他他 他那个是突出的嘛 你一拧他不就 昏过去了 好 对好人不得用 都是对坏人哈 因为这拐卖人口这事 拐卖妇女 拐卖女童的事 太多了 咱们得 自救哈 生产长家 你们就商机就来了 有父母的 有这个父母 有有女儿的 又是厂长的 他保证冲在前头 生产着这东西 为了自己的女儿们 为了自己的姐妹们 他也要生产这东西 不是为了赚钱 是就是商机 又为 女士们女童们 做了一件大好事 这样你看 那个 中共国的各级政府 和拐卖罪犯 他还敢串通仪器 欺负女孩吗 再也不敢了吧 好 谢谢大家 再见